OK 今天是10月14号 过两天就是我们这边第一个双冻日 就是晚上会降到零下 摄氏零下就是华氏的34度 所以来看看我们9月的时候 种的蔬菜现在长得怎么样 在双冻之前 这个是从3月开始开始种的快菜 这个是 这我不晓得种的是白菜还是萝卜 其实不太记得但长得不错 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虫 很surprise 这之前种的是豆子 所以豆子固蛋 这里的土应该是不错的 那里自己长出来的韭菜还有姜 然后这个又是快菜 之前快菜长得非常的不好 因为很多虫子 现在秋天 那个小黑色虫子比较少了 所以这个快菜长得非常的好 这里也是快菜 然后这个是Kale 之前被我都拔光了 让它重新长 因为之前有虫 现在重新长也是长得不错 这里也是姜 上次苦瓜长得很好 现在晚上大概都是四五十度 白天是六七十度 苦瓜还是长得不错 我们家人都不太吃 它长得很好 番茄 番茄 因为已经冰库里面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就放在这里 看之前松鼠都会来吃 就让它吃吧 让它冬天可以好好过冬 好 这个是苦瓜 番茄 好 现在这个棚子是长这样 现在是中午大概一点 这边是东边 这边是西边 所以太阳这样子下面 它还是有阳光的 这个是枸杞 现在已经十月中了 不晓得它会 它会不会有枸杞的种子 开了很多花 等不到 不晓得会不会有 OK 这个是自己长出来的小番茄 昨天已经摘了一桶了 它还在继续长 葱姜 芹菜 红萝卜 从三月中到现在 这个就是 每天大概四个小时的日照 还没开花 所以里面应该都还是新鲜的 把它当作冰箱 就要吃的时候再来摘 应该是不会有 它不怕冷嘛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看它可以撑多久 因为我们家之前呢 就是有发现有蛇 草蛇 虽然没有攻击性 可是我实在是 不是很喜欢蛇 所以呢 在十月中 现在刚好可以种大蒜 我就想要在蛇曾经走过的这个路径上面 种一些大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有买那个除大蒜的东西 这个 就是可以把蛇赶走 那这个东西呢 闻起来就是大蒜的味道 非常的浓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毒的东西 就是纯粹把它赶走 那如果它讨厌大蒜的味道 那我就来种大蒜 所以呢 我就沿着这个边边 因为之前在这边杀过一条蛇 它喜欢沿着这个边边 然后我就沿着这边 沿着整个这个墙的旁边 我就种了一些大蒜 沿着这个边边 因为以前蛇呢 是经常在这个角落 好隔壁把它除掉了这个树 起码把它trim起来 好 这个就是蛇喜欢走的路线 那我就沿路给它种大蒜 看看明年这个味道 会不会把蛇给赶走 好接下去 这个就是主要的菜园 现在种的菜跟夏天是 几乎是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是马铃薯耶 它没想到又长出新叶子来 那我就再看看好了 嗯这个是之前撒的菠菜种子 一个都没有长出来 嗯大概天气不对 然后这个是九月的时候下的种子 四季豆 snow peas吧 你看它已经长得不错 它喜欢这天气 早晚温差大 这个就是青菜 然后之前我已经把所有想要放到green house里面的都已经 弄在花盆里面 到时候放在green house 大部分是青椒彩椒辣椒 你看 青椒 然后Kale 也是一堆 辣椒 Kale 然后那个是Roseberry 也是准备放到green house里面 这是香菜自己 长出来的 嗯 好 它不怕冷 所以可以过冬 这个架子上面呢 之前的南瓜 看中国南瓜 看中国南瓜 这一棵 上次说过它的根 其实你看它是沿着这边走 它的根在那边 所以这个中间我都不会去动它 就像它 南瓜 越成熟 它可以放的时间是越久 所以呢 我就是 南瓜先 能不摘就不摘 看它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然后 这个是 这一株南瓜 这个南瓜 这个南瓜 架子上面一个最大的 其实可以摘了 过两天把它摘了 昨天下过雨 怕它还是潮湿 让它晒干一下 后天好像就是霜冻 所以在后天的时候把它摘了 然后这两个呢 这两个南瓜 其实还可以再放 这边还有一颗 它们都是它生的 这是它的妈妈 好 它就这样子 这个叶子已经被我基本上是都摘掉了 剩几个光合作用 留着光合作用用 然后这个架子呢 我明天会把它拿来做Green house 我会把这个过程录下来 当做一个纪念 今年的Green house是在这边 去年的Green house是在那边 你看现在 叶子还没掉光 但是因为已经秋天了 所以太阳的行进路线不太一样 那现在呢就这块 这块是太阳最多的地方 那一块的太阳其实就变少了 然后树如果树叶都掉了的话 这边光线会更好 然后看看我九月的时候 撒的种子 这个应该是 青江菜吧 青江菜 长得不怎么样 这个是白菜 长得不错 我刚才 你看 它都还是有很多虫子在吃它 但是现在的虫子是这个 我刚才拔的 你不要跑啊 你要跑去哪里啊 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小的呢 哎呀 把它丢掉 那种虫子其实很好找 它都是在菜梗上面 所以一看就看到了 但是还是要仔细的找 我呢之前都有撒咖啡渣 所以你看这个有点咖啡渣的样子 撒的痕迹 但是因为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大概把咖啡渣都弄掉了 你看下面还有一点咖啡渣 等一下再撒一次 有咖啡渣就差很多 之前被咬的乱七八糟 现在撒了咖啡渣之后好多了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这个是什么油菜吗 可能季节太冷了 油菜长得不太好了 这个是姜 我不太想要现在拔 天气冷一点以后再拔起来 第一次中姜 好像感觉好像不错 嗯 因为它会在Green House里面 这个架子就是Green House 所以它可以 估计可以拔比较久 嗯 我到时候想要吃姜母鸭的时候 再把它拔起来 拔一个试试看 好 这些还是小苗 然后这个是地瓜叶 你看它之前的叶子很漂亮 那新长出来的叶子也还可以 你看天气一冷 它就会揪在一起 然后变得很硬 应该揪在一起 我在这个瓜棚下面呢 种了铜蒿 火锅的时候吃的那种 铜蒿比较耐寒 不怕冷 然后也不需要太多阳光 所以这块刚好给它 你看这个 十月中竟然出现小南瓜 这个可以当Zucchini 到时候把它 扎着当Zucchini吃 我撒了很多种子 出芽率并不高 但是呢 没关系 我再继续撒撒看 好 芹菜 芹菜 这个 还是很硬 非常硬 这个是什么呢 甜菜根 从二月 种到现在 它还是不错的 叶子还蛮翠绿的 所以它还没有老 也没有长花 这个是南瓜 中国南瓜 要等它变黄了 更好储存 所以我们就等吧 然后这上面 还有好大 上面有一个小一点的 可以把它摘了当Zucchini吃 我的Snow piece呢 是分成两批 三批 不同时间种的 那刚才那个跟这个是同一个时间 这边阳光也不错 这个用这个架子是因为 所以万一真的下雪 大风雪的时候 拿个塑料袋给它罩着 它蛮奈寒的 应该就不会死 我是吃叶子 不吃豆 所以这个很适合我 冬天的时候 这个是新的一批 这个是后来才种的 也是一样 我是用架子这样子弄 因为天气冷的时候 一个塑料袋一套就可以了 我不晓得大家 我是很喜欢葱的 所以家里如果没有葱 心里很不安 常常都要做葱油饼啦 什么葱花面包啊 做菜 中国人做菜嘛 都是要用到葱的 所以这个葱 我到处都是种葱 然后种姜 现在也撒了大蒜 大家一定要记住 10月一定要撒那个 把大蒜放进去 明年就有蒜苗 蒜苗可以吃了 好这一块就是 这个是朋友给的 AA菜 哇它要开花了耶 到时候吃梗子 这个呢就是Sweet Char 这个到冬天的时候 很好过冬 它几乎不怕冷 只要把一个 那个塑胶桶子一盖上去 就是container 一盖上去 它就不怕雪 它也不怕冷 所以这个非常好 你看很嫩 这个很嫩 随时都可以吃 这边的地瓜叶 你看 这个完全已经不是 地瓜叶的样子了 很硬 这我已经很久没有摘了 叶子也都老了 你看 还是有嫩的 嫩的还是可以吃 大概就吃今天 明天就差不多了 这个很香 我一直不摘 这个是什么 Basel Basel 真的很香 然后这块地呢 你看我挖了一个洞 是干嘛呢 就是 嗯 可能可以再挖深一点 就是把到之后 这些地瓜叶全部都要拔掉 然后就 埋在这里 然后上面再堆一些 嗯 落叶啦 什么 草啦 compost里面的东西 就把它当堆肥 然后看这块 明年会不会好一点 好 这个也是 青江菜吧 是不是 你看也是 虫子给我吃 可能是那个 蝸牛 午口蝸牛 晚上的时候 来吃的 我来给它 撒一点 你看我之前 这个是我 我晒的 这个 咖啡渣 就这样子 撒一撒 就这样撒一撒 这个虫子不喜欢 这咖啡渣的味道 所以呢 随手就给它 撒一点 然后我们也来顺便 把那个 刚才有很多 虫子的这个 白菜 撒一点 再撒一点 这不用怕 到时候 要吃的时候 洗那个菜 很容易就洗掉了 它就是一个味道 让那些虫子知道 我不欢迎它们 再来一点 要记住撒这个 咖啡渣 然后 结果子的 不要撒 长叶子的撒 像青椒 这种 就尽量不要撒 因为这个 咖啡渣 是对叶子 促进长叶子 但是呢 但是呢 它会 它会 它会抑制那个 长 它会抑制 长果子 所以 长果子的 例如说 丝瓜啦 豆子啦 这种 这种的话 这种的话 就是要 灑 豆渣 或者是洗米水 所以 长菜的就是 撒咖啡渣 好 在这个 Basel下面 又有一块 这个也是 其实长得还不错 再撒一撒 然后这个呢 是 之前撒的 红萝卜种子 也是9月的时候 撒的 其实9月撒 有点太晚了 所以你看 它长得这样子 大概整个winter 都可以让它长 但是因为天气冷 它长不大 所以呢 我大概会盖一个 小棚子 给它 保温 看它会长好 哦 这个也是快菜 快菜 你看 这个可能是 无可蜗牛咬的 你看我都没有看到虫子啊 就是那绿色的虫子 它很爱吃菜 白菜类它都爱吃 你看 都被咬的这样 这个我等一下也要 给它 撒咖啡渣 哇 哇 可恶 你看我的菜 被它吃的这样 这是什么 萝卜吗 我种了一堆萝卜 跟 你看红萝卜 白萝卜 快菜 我都一起种了 你看咖啡沙 撒一撒 就快没有了 到时候再去 KOG跟他们要 这个时候做堆肥 秋天最好了 那个烂掉的果实啊 什么的 放在最下面 然后 去拿个桶子 上面把旧的土 比较没有营养的土 就把它放在上面 过几个月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堆肥土了 看看我的这个 检查一下 OK 有点小蜘蛛 这个是我的稻草 随时准备 保温啊 Compost用都很好用 OK 这个是我之前大概 四五月的时候 这里面其实都是 Straw 我尝了很多的Straw 看看它现在涂怎么样 我还放了一些Compost 所以这涂还是不错的 我来看看有没有挖到地瓜 我应该有种地瓜 来挖挖看 红色的 耶 地瓜 打开来看一下 啊 地瓜耶 可是它好像还在长 所以你看 这下面可能还有 赶快藏起来 因为什么呢 那个 松鼠 我们家这边最多松鼠 赶快把它Cover 所以确定我这边有地瓜 红色的地瓜 因为现在已经十月中了 所以南瓜也差不多了 就趁还没有霜冻之前 仅有的这个太阳好的日子 让南瓜可以长得好一点 那把那些小的枝叶 像这些新长出来的叶子 就可以摘掉 当晚餐吃 因为它会把南瓜的养分给吸取掉 如果您喜欢种植 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 拜拜